新闻政府上台之后就被外界不断批评 说执政中央七个月以来竞选宣言不断跳票 然后定下的政策也是不断悠转 让人民对政府失去信心 那对于频频而来的这个负面舆论 身为希望联盟一份子的诚信党 今天在举办党代表大会的时候 就有人出面问政府说话了 联邦直辖区部部长兼诚信党通讯主任卡丽莎默 今天在党代表大会总结辩论时 语气激动地搬出了先知莫罕默德的事迹 说就连先知也曾经无法兑现诺言 更何况是普通人呢 他表示民众应该要谅解政府的处境 不是他们没行动 而是真的钱不够用 另外针对党青年团代表昨天抨击 党领袖因为害怕丢失官职 宁愿当硬生虫 Yes man不敢在内阁里发言 卡丽莎默也出面否认这个说法 并强调身在内阁的新盟领袖 并非只是一位的服从首相的建议 他也顺带讽刺前朝国际政府 才是真正的硬生虫 命令我们接着行动 那一定在行动的时候 他也可能会提供 Keith 看起来之后 你认为邮氏的隐私人 premier行动 院长时间 差不多三、四、三、四、三、四、三长 若干呐尔阿尔的那个人都可以打开 他们都可以打开 我心里的那个人都可以打开